大家好,我叫Sally 很紧张,很久没站过来讲见证 我记得几年前在学校那边有讲过自己生命的见证 很感谢,我叫Sally来自激祖 我们激祖可能大家听过,分了A、B祖 因为我们越来越生养更多,所以有很多B 我们就分了做B祖,有小朋友 我和我先生都参加敬拜会超过十年 很感谢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经历,很多恩典 但我今天focus在我家庭里面 我有三个小朋友,我有三个女儿 我大女儿今年升少三,第二个升少一 最小的今年快要两岁了 很多朋友听到或者不懂的人 看到你有三个女儿,甚至乎留下的管理员 姐姐都说,三个女儿不容易 你是不是很喜欢小朋友,很有勇气 有很多这些问题 我都说,其实坦白说,我不是很特别喜欢小朋友 我小时候有个志愿,想做女强人 神真的很有趣 我生了三个小朋友 在我大女儿出生之前,其实曾经小产过一次 所以我很紧张 由她拖住的时候,我已经很紧张了 每个月,人家一个月查一次 可能我每个星期都去查一下,怕她有什么事 感恩就是她出生了 一切都很正常 我记得比较迟说话 很多人都说,这个女儿很乖 你这个大女儿很乖 不需要自动自觉去学习 我也很感恩 到了第二个女儿,她们隔了两年半 第二个女儿出生,我都觉得她还可以 头一年都很容易 去到她差不多一岁 她开始就懂得走路 懂得走路,通常都很乖 我预估到她很乖 但想不到她很乖 到了两岁,人们经常说 什么问题 两岁特别很乖 我先生经常说 不要说这些,不要宣告这些 我就不说这些 但真的很难教 她两岁开始 到了一个位置 她可能很没有安全感 而当时我还是很喜欢工作 虽然断断续续都停了 我没有上班 因为曾经试过小产 我没有上班 但我的心仍然觉得 我应该读完书 不要浪费了 就算生完也要出来做事 也要有自己的事业才有价值 当时还这样想 所以我生了四个月 我就又出去做事 所以她很没有安全感 她没有安全感到一个地步 她小小时就 我想哭半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哭闹 去到就算K1 她上学 姐姐又上学 她又上学 她可以在门口不肯上学 僵持到睡着了 即哭到睡着了 都不肯上学 当时我听到很多声音 我家人 我的朋友 每个都很有专家 很问教我 怎样教女 你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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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这样 我听到 我刚才都很接受 但我听到 为什么你们的方法和她的方法 刚刚调转的 我应该听谁 很无所释从 甚至乎回教会 我们继续有回教会 每个礼物都回教会 去到楼下 那时在中厌那边 在如影新城的停车场 她可以坐在地上 不肯上来就是不肯上来 我想两个小时 维持了 最后就要教幼稚园的姐妹 去到停车场 帮我安抚她 然后慢慢地 我想那时候聚会完 我记得是聚会完 才能安抚她 那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为何这么大的考验 但原来也是一个祝福 神知道 我的心 其实还是 我只顾着工作 又不够耐性 神就给我 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叫我真的要 真的要降伏 要放下 我每一次 我和先生都不知道 如何去做的时候 我们试过 鼓励也试过 安慰也试过 闹也试过 吓他也试过 打他也试过 用我妈妈小时候 用对我的方法 就是有什么事情 搞不定 搞不定就打 我和我先生 也有打过他 坦白说 但我每一晚 打完他之后 去到凌晨 就会醒了 就会很内疚 那种内疚是 为何我会这样做呢 为何我会相信神 但我会打他 打到我自己都觉得 不适合 其实我这样 争扎了很久 我想也有一年 直到2015年的时候 我 有了第三个小朋友 意外地有了第三个小朋友 那时候 还在搞公司 没办法 因为生第三个 真的要放下 其实神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爸爸当时就去世 我觉得 真的要 不可以 我的价值 不是在我工作上 我的价值 原来神告诉我 其实 一早就告诉我 但我不肯听 我的意象 原来就是我家 我家就是 我要 照顾好我三个女儿 那 2015年 我真的放下工作了 那我真的很认真地去 如何处理我 这个第二个女儿的问题 我不可以由她 继续 被人说 我也不介意 但她如何成长 我想呢 要如何去做呢 我曾经常都 就是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有时候低 有些专家的意见 我带上去见很多心理专家 一些辅导 我也有见过 我又怕她是不是学习專注 很多不同的 各度活跃 我怕她之类 那经过结果又说她不是 我就觉得 真的 是 可能是我们的关系 原来 对女儿,我想特别女儿,陪伴、傾听和和她聊天是很重要的 可能我小时候不是很多这些机会,所以我不太知道要这样做 到我放下了工作之后,我真的全心全意 我就知道神给我的价值在家庭里面 我就放下我以前觉得要做女强人所有的心态 就去照顾她们,去每天和她们聊天 那情况就好了很多,第二个女儿她开始 不会说有些东西有什么事,就跳载我们 她说她跳载,就是大哭大叫 她真的肯听你说,比如说冷静点 她真的说三次冷静点,她真的冷静点地听你说 但我觉得最大的转裂点,就是在今年的年头 我搬了屋,搬了去豪警 那个环境比以前更大了些 我觉得这个环境是安静了些,主要是 那我先生就很喜欢敬拜一首诗歌 就是叫《Ten Thousand Reasons》 那她就一天在听到,我想她唱敬拜三四五六次 那些女儿,连我妈妈,连我的亲人,或者朋友来到 我都听到她们说是洗脑歌,每个人 我连我最小的女儿,未懂说话都会唱 那她真的 然后开始,她们愿意多些 以前都愿赞美之前的儿童诗歌都很喜欢听 现在就连大人那些都喜欢听 那她们每天就说,妈妈,我们今天要敬拜多少首歌 开始就是在我们今年年头开始 每一晚,爸爸下班回来就说要吃饭 吃完饭就要敬拜 而我们争取吃饭的时候,就说 大家今天有什么感恩事看 头头就不是很肯说,就是小组 通常都没有人肯说 那爸爸就会说,我今天在公司上 我又说一下 然后她们就开始肯说 我大女儿本身有点来向 但她都肯说一两句 第二个本身都是很多东西 她就不停说,我今天怎么怎么 她在学校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家里的熟灵气氛 是平和了,而且喜乐多了很多 那我们之前听了一些特会 师父送牧师说 其实我们一向教会都是提倡家庭祭坛 家庭教会 而师父送牧师又再提家庭祭坛 这个词头头听我们都不太明白 但再去听特会 就觉得 原来是 神预备了一个很长的餐桌给我们 这间新屋 就是原来要我们 不单止是我们自己一家人 而是我们要招待很多的朋友 小组、组员 来到我们家里面 将家当作教会 那我们就不要分开 甚至乎一些未信的亲戚朋友 来到 他们都感受到 不单是受试割 而是家里的气氛 令他们感受到很舒服 他们甚至乎问我耶稣是怎样 会主动开口问 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神用我们家 去当作教会的用途 我很感恩 现在最感恩的是 刚刚在暑假前 就派成绩表 我第二女儿刚才说 升小一 她之前那些成绩表 就是评估表 都比较强差人意 虽然她变好了 但也不是很好 都是那些二三 妈妈爸爸知道的 评估是二三 一二三四 通常都是二三多 但是居然 这个学期 居然全部一二 她自己很开心地说 很开心 全部一二 但我没有特别教她 但我感谢主 是她 原来老师跟我说 她开始有耐性 开始肯跟老师的方法去做 很多事情都平和了 顺服了 就是这样 她慢慢的改变 我知道未来的路 都很长远 很幻长 教导三个女儿 都是很有 要好神 很大的加力给我 但是我们很期盼着 我和先生也是 希望我们继续在家里面 可以当作教会 每天跟他们祈祷 读经 讲圣经故事 而他们也很吸收 也很欢迎我们做这件事 那我们很感谢主 张相和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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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触感谢主 导文 频道